若望福音第二章 第三天 在加里雷亚加纳有婚宴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 酒缺了 耶稣的母亲向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回答说 女人 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的食客尚未来到 他的母亲给仆役说 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在那里放着六口石缸 是为犹太人的取节礼用的 每口可容纳两三桶水 耶稣向仆役说 你们把缸灌满水吧 他们就灌满了 直到缸口 然后耶稣给他们说 现在你们咬出来 送给思习 他们便送去了 思习一场已变成酒的水 并不知是从哪里来的 咬水的仆役却知道 思习便叫了新郎来 向他说 人人都先摆上好酒 当客人都喝够了 才摆上次等的 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是在加里雷亚加纳行的 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 他的门徒就信从了他 此后 他和他的母亲 弟兄及门徒 下到格法翁 在那里住了不多几天 犹太人的逾越节进了 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 在店院里 他发现了卖牛羊鸽子的 和坐在钱庄上兑换银钱的人 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 把众人连羊带牛 从店院都赶出去 倾到了换钱者的银钱 推翻了他们的桌子 给卖鸽子的人说 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 不要使我付的店鱼成为商场 他的门徒就想起了经上记载的 我对你店鱼所怀的热忱 把我耗尽的话 犹太人便追问他说 你给我们显什么神迹 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些事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拆毁这座圣殿 三天之内 我要把它重建起来 犹太人就说 这座圣殿建筑了四十六年 你在三天之内 就会重建起他来吗 但耶稣所提的圣索 是指他自己的身体 所以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后 他的门徒就想起了 他曾说过这话 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话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 过逾越节庆节时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便信从了他 耶稣却不信任他们 因为他认识众人 他并不需要谁告诉他 人是怎样的 因为他认识在人心里有什么 喜好吗 欢迎讨论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